欢迎大家来到《灵修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一至九节 主题是《你要传遇吗?》 圣经在这段经文第一节说到 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旗,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 希伯来瓦叫作《不是大》 在这一幅图我们就看到圣殿的旁边有阳门 阳门的旁边有《不是大祠》 《不是大祠》相对于圣殿的位置是向着北边 这个《不是大祠》是由五个郎子组成的 分隔了两边不同的池水 所以我们留意到第二节经文说 旁边有五个郎子 在这个五个郎子走廊当中 就有很多病人的有核眼的、弘腿的、血气枯干的 所以当我们走入这个郎子的时候 就会见到很多已经患病的人躺在那裡 在第三节尾有一个这样的句语 它说有古卷加着 说等候水冻 第四节就说明了 为什么那些人等候水冻 因为他们相信天使会按时候 在这个池子里面搅动水 当水动的时候 然后呢 哪个先下去 无论是什么病 都能够传遇的 所以当这些水动动的时候 他们就以为是神差遣天使 搞动这些池水 那他们又认为 当哪一个下去 所有的病 无论哪一种病 都能够得着医治 在这些背景的 理解之后呢 圣经就特别记载 有一个人 病了三十八年 他就遇见了耶稣基督了 这个病人躺了三十八年 都未得到医治 当耶稣看见他躺着的时候 知道他病了很久 当主耶稣看着他 就走向他的身旁 就问了一句这样的说话 你要传遇吗 仔细去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客观来说 当耶稣这样问 其实都觉得很无聊 为什么呢 因为是人来到这里 就是想传遇的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那么 当我们认为无聊的时候 其实主耶稣 说每一句说话都有意思 当这个病人 遇到耶稣说这句说话 你要传遇吗 那么病人怎么回答的呢 按常理就说 按常理就说我当然要传遇 但是这个病人就说 先生 水冷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言下之意 言下之意就是说 我当然要传遇 但这句说话不说 就说了一句 为什么我传遇不到 为什么这个愿望我不能够达成 我告诉你 你听啊 是因为当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既然没有人帮我 我就要自己去了 当我正想去的时候 很多人被我快了下去 那个池水里 池水又被众人霸佔了 我根本就下不了去 所以足足等了三十八年 说了这些原因之后 你猜这个病人 期望耶稣做些什么呢 就是期望耶稣 如果你真的怜悯我 你等多一会儿 如果池子的水动动的时候 你不如将我带到池水的旁边 让我给众人快点下去 那我就可以传遇咯 当耶稣这样 听完他的回答 耶稣就回应他 耶稣对他说 起来拿你的肉籽走吧 原来耶稣让他得传遇的方法 和众人心里想的方法 甚至这个病人心里想的方法 是完全不同的 圣经就记载 那人纳克传语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都未来得及回应耶稣的说话 都未来得及明白这句耶稣所说的说话 起来拿你的肉籽走吧 这个病人已经蒙恩 得耶稣主动的医治了 所以当我们一路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理解到耶稣与这个病人的对话 就展现出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思维 真是很合逸的 第六节 耶稣问你要传遇吗 这个病人就带着沮丧 又无望地去回答 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思维 这个固定的答案 是源于他的思维所影响的 而这个思维是源于他生活的处境 众人的论述 影响到他只是能够思想到那个范畴 所以他的回答 就是希望他能够有人连吻他 将他能够在水冻的时候 扶他快点走入池水里面 所以当他回答耶稣 所以当他回答耶稣的时候 他认为得全的方法 就是等水冻的时候 有人将他放在池子里面 而且还要让众人快乐到池子里面 免得有人让他更快乐到池水当中 所以这种在处境 生活环境 自己的经历当中 自己能够收集的资料里面 他回答了耶稣的问题 是有限的 是固定了的 这种的回答 这种固定了的信仰理念 在神面前 这种的情况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例如长大麻蜂的乃曼 他整身都长了大麻蜂 听从在家中里面 一个秘老的以色列女子的痞里的说话 落到去以色列国 就找伊丽莎先知 伊丽莎先知没有来见他 只是猜派一个仆人跟他这样说 你去约旦河当中沐浴七次了 你就会好回的了 那乃曼就很生气地走了 一来先知没有来接见他这位将军 更重要的是他的回应当中 就显明了原来他认为得意志 应该是有一个特定的方式 他这样说 我想他必出来见我 暂着求告耶画他神的名 再患处以上遥守 至好者大麻蜂 他对于神能够医好他 行 但是医好他的过程 他已经有了特定的想法 正因为这个想法 先知伊丽莎没有做到 他就很生气了 在这个时候 他的仆人就说 喂 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很大的事 你都会去做 何况现在去洗澡 我想 最后这个仆人就说服了蓝曼将军 他就去到这个池子里面洗了七次 最后肯定会好 因为他是真正照着神的意思去做 神是会引导他来到以色列找伊丽莎先知 也都会引导他去学习信服神的方法 而不是他自己特定的方法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 以色列人学了如何信服神的引导 最后他们就照着神的意思围绕成七日 又照着神的意思每日都不说话 也都照着神的意思最后吹角 盛就自己倒塔了 有一次主耶稣用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 主耶稣问门徒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门徒就按他们有限的智慧和知识 去回答耶稣 但主耶稣知道怎么做 就仰望父神 最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 当我们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这个病人当然是想好回 但当主耶稣问你 你真的想好回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回答神的呢? 我们是不是好像这个病人一样 用了自己有限的智慧 知识 经历 经历 总结了之后来回答神的呢? 还是透过这段经文教导我们 主耶 我愿祢来帮助我 那么 照祢的意思 我日下一步 当如何行呢? 不是照我自己有限的智慧 经历 经历 去回答神 而是每一次都谦卑地 按照神的引导 我们等候神的指示 神啊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主耶稣 就会回应我们 主耶稣对这个病人说 起来拿你的肉籽走吧 既然主会引导我们去思想一个信仰的问题 同样 主会继续引导我们明白祂的旨意 在这段经文 我们要一路的学习 就是谦卑地等候神的引导 不是照着自己有限的智慧、知识和经验 而是单纯地谦卑等候神的引导 因为祂必指示我们下一步当如何行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吧 亲爱天父感谢你 将这段经文赐给众圣徒 让我们默想的过程里面 体会神你自己奇妙的引导 并帮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 有信仰的突破 就是我们晓得 神给我们遇到每一件艰难的事 当我们愿意倚靠神 仰望神去处理的时候 我们仍然有一种谦卑的心等候住 不是受我们的经历 不是受我们的经历 去限制了主你自己的引导 和作事的方式 愿神让我们传着敬畏你的心 也都恩着一件事情的默想 我们晓得神你的作为奇妙可为 荣耀众赞都当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这样诚心献上祷告 奉耶稣基督食名 阿们 今天灵修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